謝謝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李文賢 穆哲李文章的文 全黨的賢 再來呢 我是在MIT 書商業行銷的 那我在那邊呢 就是自己的興趣啊 就去讀 那我爸爸是有開餐廳的 那我後來不想借這個行業 那我就說 爸爸 我不要做 那我去 回去讀書吧 那我本來要去學國劇 國際 不是 國際的 我爸爸是香港人 我是想學國際商業啦 但是那後來呢 我考不進去 然後我就考進去法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考進法律 那後來去讀我的法律博士 那我在那邊讀完書呢 我就去蘋果工作 第一份工作 大家都覺得 哇 你在蘋果應該不錯喔 那我在那邊做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 還好 壓力蠻大的 那我就非常愛Google 可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的朋友在Google工作 都是去玩啊 都去吃好吃啊 那我說一直想去Google 但是機會來了 那我就去Google了 那在Google那個時候呢 我就工作在那邊一陣子 真的覺得 欸 跟蘋果沒差很多耶 結果我會選擇在吃飯的時間還是有多一點可以去玩 那我後來就是看到我總經理啊 我老闆啊 每天都這麼辛苦 四十歲 五十歲 不是凸頭就有癌症 我就說 我不想做不想商品 那我後來呢 就選擇我要做一個比較適合我的行業 那我喜歡什麼呢 我喜歡時間自由啊 我喜歡財富自由啊 那我喜歡就是找真心的朋友 那我後來就選擇GENETS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呢 就是主持行銷 就是今天我會跟大家講的 看個遙控品啊 好 謝謝 那這個主持行銷我會後來講 但是我為什麼會選擇這家公司呢 就是時間自由 反正自由 還有結識就是一個簡單的說就是很像ST2啦 我很像保養品的 這樣子呢 我是男生嘛 那我最愛就是接觸女生嘛 那我最大的機會可以接觸女生 我在蘋果Google中每一天都是接觸男生 每一天都是男生 就是要不要要不要簽這個 什麼什麼軟體 什麼什麼東西 那我後來就不想在那邊做 我就後來去 其實滿有趣的 再來我今天就是要講 什麼是網路行銷 網路組織行銷 是一個生意模式 你就是網路行銷 你這個生意模式是什麼呢 你就是個人的distributor 你也是一個marketer 也是一個customer 也是一個channel 但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自己就是完美的一個生意 一個生意模式呢 每天我們都是代表自己嘛 我們每天出去 我們都會做推廣自己嘛 我們會介紹自己啊 我們會簡單的說 我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喝什麼 這些都是分享啊 但是這個生意模式呢 是最近這幾年接收度滿高的才出現 但我覺得這個行業是非常有趣 再來很像現在以前的傳統生意呢 就是在這邊你做什麼產品都好 都是要通過運過去一個地方 放著在那邊一陣子 跟著找通路 找完通路也要出一點錢 我的產品才美國來的 這樣我要找台灣代理商 那我在台灣代理商 我可能要找台北的總代理 高雄的總代理 但我是不是要花很多錢 才可以賣出去我的產品 還有我要打廣告 電視廣告 網路廣告都要付錢的 這樣全部加起來這筆錢呢 誰吃虧的 都是大家吃虧 可是我們客人去買iPhone 是不是很貴 每一台都2萬多的 但是網路組織行銷這個模式呢 為什麼很像小米這家公司 一個手機功能也不錯啊 但是他可以賣眾多便宜 3000塊就可以買一個小米了 可是他們的模式有點不一樣 他們是透過網路 跟著word of mouth 就是人跟人的分享 這樣人跟人的分享的通路是最快的 你跟你的朋友說 我很愛喝那個奶茶 哪一家店哪一家店 你朋友就說 是嗎 我也是很愛喝奶茶 他就會去啊 就會有興趣 但我們都有這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在FB 我們吃什麼去哪裡玩 我們都會偷照嘛 這個就是廣告 現在的模式就是透過這個廣告 他直接可以在公司 很像剛才我說美國的公司 直接運貨去你們家 就非常省了很多錢 在這邊呢 網路組織行銷呢 這個差別的錢呢 就是給你經銷商的人來賺的 所以這個很棒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未來的商業模式 但網路組織行銷跟傳統生意 有什麼不一樣呢 傳統生意都是這樣子 你在公司 不知道你有沒有上班啊 一些人 一些人有上班的經驗呢 一定會知道 你要做經理 你要做總經理 你一定要踩人家的頭 才可以踩上去嘛 還是推他們嘛 你才可以上經理的位子 還是總經理的位子 但是呢 組織行銷呢 有點不一樣 組織行銷這個概念呢 就是我們大家幫大家 拉著一起來爬山 這樣我們每一個人 共同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的目標在這邊 都是要賺錢啦 講真的做什麼都是要賺錢的 但是呢 很重要的點呢就是 我希望可以看到大家以後呢 做這一塊 那網路組織行銷 跟大家有什麼關係呢 是這樣說嗎 這PPT不是我說的 跟你有什麼關係 跟你有一個商業博士的機會 這樣你可以來這邊賺錢 更多的金融 是更多的錢啦 那有產品 但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有什麼產品嘛 但是網路組織行銷 就是什麼產品都有 你要做什麼 你要推廣什麼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 很像你在FB推廣 你喜歡吃什麼 為什麼你賺不到錢 但是你是免費幫那家店打廣告的 但是你可以在後面賺到這一筆錢 比方說我很喜歡喝可口可樂 我不喜歡喝你 但是呢 我是說很喜歡喝可口可樂 我每一次推廣一次 他給我一塊錢好不好 非常好 但是呢 很像YouTube就是有這個概念 YouTube你放一個影片嘛 對不對 10萬個人按讚 你就開始有收入嘛 這個是不是很棒的行銷模式 他們已經有開始做這個模式 以後你會看到越來越多這種模式 在這個地球上跑 跟每一個代理的產品更多 那在這個事業呢 你可以有很大的成長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也可以接觸很多不一樣的人 很像我自己個人 就可以認識很多不一樣的老闆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蠻有趣的 都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 那最重要呢 就是時間自由 你做什麼 在後面就是要時間嘛 可以過得開心啊 你要做什麼 要有時間來做 那這個網路組織行銷呢 簡單的說就是好跟壞 好呢 你可以成為你自己的老闆 你可以每一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 時間是很彈性的 你想做什麼 是你自己安排的時間 再來你是收入來自你自己 那今天我喜歡推廣更多的一個東西 在我可能更多的收入來源 剛剛有講到成長 跟夢想跟目標成真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可是每一個人會設定自己的目標嘛 但是呢 每一個人會設定我說我要上班40年 才退休 當然不可能啦 對 但是呢 這邊就是很多可以幫助 我覺得快速的到你的夢想跟目標 就是工具 在這邊呢 為什麼很多人不可以接受組織行銷這一塊呢 就是大家都要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為什麼呢 我已經讀書讀這麼多年 我也是博士了 我進去為什麼不是經理位置 我為什麼不是高聘的位置 很多人會不爽這一點 可是我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 但是從零開始是最棒的地方 學習什麼地方 人家做老闆一樣 做老闆就是要從零開始 我最不喜歡就是跟一個老闆呢 他說很多經驗很多經驗很多經驗 但是呢 他沒有實力的下去跑過業務啊 沒有實力的下去做過事情啊 這些老闆也是靠嘴巴賺錢啊 很多人會怕就是沒有穩定的收入 但是穩定的收入就是你自己 自己要創出來的嘛 那這邊呢 時間有很多人呢 我在7月2日上班就好了啊 我不用想太多啊 我就是每天幾點要上班下班 就這樣子啊 過人生就這樣子啊 那現在為什麼很多人不可以接觸這個行業呢 就是大家還沒知道這個行業 可是很多人還沒有研究這個行業 很少人 但有一些人就說 我做組織行銷很像業務 但我都不喜歡做業務 但是講真的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業務 每一天我就是賣自己 但是講真的 在組織行銷 但是你做什麼都是你要努力的做的 你不努力 你也不會成功 這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要成功 你要做這個事情呢 你要找對第一 找對公司 比方說我很愛雞排 我不可能去賣牛排 對不對 當然你一定要投入加入這家公司 你要知道他們這家公司的文化 你要真的去想一想 這個公司符合我嗎 那你就去想 這家公司帶來可以給我什麼 那在這邊呢 你就是要有一個規劃 一個規劃就是要自己知道 我在這家公司要做什麼 那我要學什麼 你要學到位嘛 每一個東西都是要學的 但學完呢 你說馬上行動 馬上開始做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大家今天呢 我會送大家一個禮物 可是我每一次演講呢 我都會送禮物的 那今天呢你在我FB上呢 你搜尋我的名字 搜尋我的名字在這邊 加我好友呢 我就會送你一本書 對 這本書差不多三百塊啦 台幣 也沒有很多啦 但是你加我好友呢 我差不多每個月兩次我會送書 對 我都會送TDF版的書 所以你可以就是加我 你就可以免費拿到書 你喜歡讀書啊喜歡看書啊 我大部分都是喜歡讀商業模式的書 那成長啊那些書 那我也會幫我朋友推廣一下 最近他Smartall在Kidstarter上架了 那我是他的股東 所以我幫他推廣他們的產品 這個Smartall呢 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行業 就是全家冷氣啊燈啊什麼呢 都會用這個東西就可以控制了 但是現在已經有這個工具了嘛 他有什麼特別性呢 就是他有AI功能 你不用就是用手機去連結 你可以直接跟他聊天 他就會馬上回答你 好謝謝大家 這個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那謝謝文賢的分享 那我剛剛開場的時候忘記提醒大家 就是他其實三歲的時候就到美